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福克斯商业网络的一位常客亚利克·莱斯 他在节目中称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韦 原始的鹰途女孩引发了网络上的强烈反应 莱斯的言论被指控为性别歧视 并且他暗示哈里斯是通过不正当手段上位的 这一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愤怒的声音 许多人呼吁福克斯禁止莱斯再上电视 莱斯则在社交平台上回应批评 但并未道歉甚至进一步重申了他的言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如今的媒体世界中 言辞的力量常常引发热议 甚至会引来无尽的争议与批评 最近福克斯商业网络的一名常客亚利克·莱斯 就因为在节目中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发表了一番极具冒犯性的评论 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 引发了网络上的强烈反响 7月5日的那一天 亚利克·莱斯出现在福克斯商业网络的节目中 讨论了总统乔 拜登在辩论中的失误 以及民主党的未来 然而 讨论逐渐偏离了正轨 演变成了对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种族 和性别歧视言论 莱斯在节目中宣称 卡玛拉·哈里斯 她是原始的鹰途女孩 这就是她到达现在位置的方式 如果这个挡在她手中 将会走下坡路 她的言论显然是暗示 哈里斯通过与人发生性关系而上位的 这种评论立即在网络上 引发了强烈的反应 莱斯的发言 源于一段在TikTok上病毒是传播的视频 其中一名女子被问到 在床上有什么动作 能让男人每次都疯狂 这名女子回答 你得给他们那个鹰土 并土在那东西上 这显然是指与性相关的行为 社交媒体用户们迅速在X平台上 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与不满 一位用户写道 一点都不尊重 他不是一个父亲吗 想象一下 将来有人这样谈论他的女儿 儿子真是让人摇头 莱斯的Instagram简介显示 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也是播客头等父亲的主持人 另一位用户则评论道 亚历克·莱斯 不应该再被允许上电视 那真是太恶心了 在社交媒体上 引发轩然大波后 独立报迅速通过电子邮件 联系了莱斯的代表 以寻求评论 然而 莱斯并未展现出 任何悔改的姿态 在X平台上 他回应了 他在福克斯商业网络上的 争议性言论 表示 将唐纳德、特朗普 与希特勒相比 是危险的 比将卡玛拉、哈里斯 与鹰土女孩相比 糟糕一百倍 所以 省省你们的假愤怒吧 这番话 显然并没有平息网友的愤怒 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莱斯在后续的发言中 还提到了前市长威利 布朗 他说 莫妮卡、莱温斯基 可能拥有这个头衔 但我相信 哈里斯之前与威利 布朗在一起 需要事实核查 这一言论 再次把焦点转移到了 哈里斯与布朗 在1990年代初期的 短暂约会关系上 当时 布朗是旧金山市长 哈里斯则处于 他政治生涯的初期 尽管 布朗在2020年 就金山纪事报的 一篇专栏文章中 曾回应这些说法 明确表示 当时我还帮助了 众议院议长的南希 佩洛西 州长加文 纽森 参议员戴安 范斯坦 和其他一大批政治家 但显然 这并未能阻止 类似言论的出现 在同一段7月5日的视频中 莱斯还在一口气中 贬低了白宫新闻秘书的 卡林 让皮埃尔和哈里斯 这里有 DEI新闻秘书 告诉你 DEI副总统 是这个党的未来 所以 民主党的未来 看起来有点暗大 这种言论 显然是在暗示 哈里斯只是因为 多样性 公平和包容 DEI 政策才得以进入高层 这更是激起了 社交媒体上的 愤怒反应 类似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言论 并非首次针对卡玛拉 哈里斯 早在宣布参选总统的初期 哈里斯就遭受了 一连串的冒犯性称呼 田纳西州国会议员 蒂姆 伯切特在CNN上 谈到哈里斯时曾说 当你走那条路时 你会选择平庸 这就是他们现在 作为副总统的情况 百分之一百 他是一个DEI招聘 前特朗普助手 塞巴斯蒂安·戈尔卡 也曾称这位副总统为有色人种 这种言论的出现 不仅仅是个人对哈里斯的攻击 还反映了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 在政治领域依然存在 而且常常被公开表达 在媒体平台上 哈里斯作为美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性 第一位非裔和南亚裔副总统 她的每一步都在打破传统 但也因此成为攻击的目标 福克斯商业网络 与福克斯新闻频道一样 是美国保守派媒体的重要代表 近年来 福克斯新闻 因其对特朗普政府的明显倾向 和对民主党人的批评态度 常常引发争议 此次亚历克 莱斯的言论 再次让福克斯商业网络 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面对这样的争议 媒体的责任显得尤为重要 《独立报》通过电子邮件 联系莱斯的代表寻求评论 展现了媒体追求真相和责任的态度 同时莱斯自身在社交媒体上的回应 也让人们看到了 她对于自身言论的态度 这不仅仅是一次言论风波 更是一次对性别和种族平等的讨论 卡玛拉·哈里斯 作为一位在政坛上不断创新 和打破传统的女性 她的经历和遭遇 让更多人反思 社会对待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态度 在未来的日子里 不论是媒体还是公众 都应当更加关注言论的影响和责任 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 言辞的力量 不仅仅在于它能引发争议 更在于它能唤醒人们 对平等和正义的追求 福克斯商业网络的这次风波 或许正是一次 让人们深刻反思的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福克斯商业网络的一位常客 亚利克·莱斯 在节目中称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韦 原始的鹰途女孩 引发了广泛的网络反应 莱斯的言论被认为 具有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色彩 这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批评 事件起因于莱斯 在讨论总统乔拜登辩论失误后 民主党未来时所做的评论 他暗示哈里斯是通过与人上床而上位 这一言论被广泛认为 是对哈里斯的不尊重和贬低 莱斯的评论 指的是一段在TikTok上 病毒是传播的视频 其中一名女子按之口交时 用鹰土技巧来取悦男性 社交媒体用户 对莱斯的言论表示强烈反感 一些用户质疑 莱斯作为父亲的行为 道德和教养 一位用户写道 一点都不尊重 他不是一个父亲吗 想象一下将来有人这样 谈论他的女儿 儿子真是让人摇头 莱斯的Instagram 显示他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也是播客头等父亲的主持人 莱斯后来在X平台上 回应了他受到的批评 但他并未道歉 反而澄清他是在拜登退出2024年竞选之前出现在节目上的 他甚至表示将唐纳德 特朗普与希特勒相比是危险的 比将卡玛拉 哈里斯与鹰土女孩相比糟糕一百倍 所以 省省你们的假愤怒吧 他还重申了他的初步声明 稍后又承认他 可能错了 卡玛拉 哈里斯在1990年代初期 确实与旧金山市长威利 布朗有过短暂的约会 这促使一些批评者 将他的政治成功归因于这段关系 然而 布朗在2020年旧金山记事报的 一篇专栏文章中 回应了这些说法 指出他也帮助过其他许多政治家 莱斯的言论并不是唯一 针对哈里斯的冒犯性评论 田纳西州国会议员 蒂姆·伯切特和前特朗普助手 塞巴斯蒂安·戈尔卡 也曾发表过对哈里斯的贬低性言论 伯切特在CNN上称哈里斯是 DI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招聘的 结果 而戈尔卡则称他未有色人种 这些评论反映了 哈里斯自从宣布参选总统以来 所面临的一连串冒犯性称呼 他不仅被指责智商低 还被前总统特朗普称为 笨得像石头 这些针对哈里斯的性别歧视 和种族歧视言论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起事件凸显了当前 美国政治环境中的种族 和性别歧视问题 特别是在高层女性 和少数族裔政治家 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这也在一次提醒人们 言论自由 应该伴随责任和尊重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首先 亚利克·莱斯这种言论 简直是无耻之极 把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称为鹰途女孩 完全是对女性增言的侮辱 这不仅是性别歧视 更是种族歧视 你知道吗 就在1963年 马丁·路德金还在为争取 非裔美国人的平等权利而奋斗 我们怎么能容忍这样的言论 在今天的公共媒体上出现 哦 楚天书 你真是过于敏感了 这些政治人物本来 就应该接受各种批评 他们自己选择了这个职业 就应该能承受得住 何况 莱斯只是想幽默一下 这年头谁还不开个玩笑啊 再说了 哈里斯自己以前的那些光辉事迹 难道就不应该被拿出来说说吗 谢琪琪 幽默有很多众 你这种幽默未免太低俗了吧 要知道 在美国 副总统的位置可是历史性的 被哈里斯打破了白人男性的垄断 你说他的那些光辉事迹究竟是什么呢 有没有证据显示 他是靠步正当手段上位的 如果你这样随便指控 那不如说亚伯拉罕·林肯 也是靠幽默成为总统的吧 楚天书 你这个比喻可真是笑死人了 哈里斯和林肯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 说到证据 他和旧金山市长威利·布朗的关系 可是有目共睹的 布朗自己都承认过 这难道还不够吗 再说 莱斯在节目中说的话 不过是反映了很多人对哈里斯的不满 这些批评不仅是性别问题 更涉及他的工作能力 谢琪琪 你这种逻辑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就像莎士比亚说的 玫瑰不叫玫瑰 依然芬芳 哈里斯的工作能力是被实践检验过的 他在参议院和加州检察长的工作表现 有目共睹 你说的很多人对他的不满 其实只是一些保守派媒体的喷子罢了 看看哈里斯在多项政策上取得的进展 难道这些都能被你那句 鹰途女孩掩盖掉吗 楚天书 莎士比亚也救不了你这种盲目之耻 你说他的工作能力 那么多次的公开演讲失误 还有他处理边境问题的糟糕表现 这些都不能忽视吧 哦对了 还有他那一直被人诟病的笑声 连奥巴马都说过 如果你不能忍受批评 那么你就不应该入公众视野 你这样护着他 真的合适吗 哈哈 谢琪琪 你这种批评实在是有点挑刺的意味 每一位政治人物都会有失误 连乔治华盛顿 都曾经在约克镇战役中差点被俘 至于哈里斯的笑声 这真的是最无稽之谈 要知道 罗纳德里根曾经用他的幽默和笑声 征服了多少人 批评应该基于事实 而不是低俗的侮辱 如果我们连这一点基本尊重都做不到 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不配称为文明社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好了 大家安静坐好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福克斯商业网络上演的一出大戏 这位常客亚利克 莱斯 阿拉格雷斯 在节目中竟然称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为原始的阴土女孩 这是一出 网络上可是炸了锅 各种愤怒 批评铺天盖的 这一言论不仅被认为是性别歧视 还带有侮辱性 这简直是踩到了敏感神经 莱斯的阴土女孩 言论让人觉得她是在暗示哈里斯通过某些床上技巧上位 这种低俗的性别歧视言论让网友们忍无可忍 一位网友直言不会 这一点都不尊重 甚至有人质疑莱斯这样的人怎么能当四个孩子的父亲 这位老兄可是头等父亲播客的主持人 这样的言行和他的身份简直是南辕北辙 莱斯可梅就此收手 还在X平台上回应了这一争议 他不仅没有道歉 反而表示比起将特朗普比作希特勒 他对哈里斯的言论算不上什么 稍微承认自己可能错了之后 他马上又甩出一个暗示哈里斯曾与旧金山市长威利 布朗的关系 这样的行为无异于再给火上浇油 再看看我们的副总统哈里斯 自从成为假定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 遭遇了一系列的冒犯和攻击 田纳西州国会议员蒂姆 伯切特与前特朗普助手塞巴斯蒂安 哥尔卡也没放过他 称他是DEI招聘 甚至说他是有色人种 这些言论无一步指向一个问题 当女人 尤其是一位少数族裔的女人 进入高位时 总是会有人试图将她们拉下来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福克斯商业网络的布莱恩·基尔米德 在哈里斯准备向一个黑人姐妹会发表讲话前 也被指似乎使用了有色人种这个术语 这些不甚友善的言论和暗示背后 无不透露出一种深层次的性别和种族歧视 总结来看 这一事件揭示了我们社会中深藏的性别和种族偏见 无论副总统哈里斯的能力如何 他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 而不是成为性别歧视和种族偏见的攻击目标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 也是对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女性的不公平待遇 福克斯商业网络何莱斯需要反思 因为这样的言论只会让他们失去更多观众的信任和支持 希望这次事件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让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时能够更加理智和尊重 不要让性别和种族歧视成为讨论的主要调子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